昨天晚上刷到一个红糖流沙包 看上去真的非常好吃 我看馅料配比也是挺简单的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用到的材料我们家里都有 配比打在屏幕上了 你们要是没有猪油 可以用玉米油代替 然后都拌在一起 再放冰箱冷冻一个小时定型 再来把面火上 现在天热了 面团发酵起来也很快 我们今天就一次型发来做 一斤面粉放一小包酵母 这个酵母很好发酵 现在9.920包 再放5克白糖 半勺猪油 260克温水 揉成光滑的面团 火好的面团先不醒发 直接搓成长条 分成等分的剂子 再擀成中间厚边缘薄 包上红糖馅 这个馅料冷冻好就很好包了 包好了以后收口的地方一定要捏紧 以免漏糖 我用核桃包的模具夹了点纹路 没有的这一步可以省略 做好了以后放到蒸屉里 醒发到两倍大 垫上蒸笼纸就一点也不会粘锅 这个蒸笼纸是我一直用的 现在9.9发400张 醒发好以后再把它蒸起来 每一个都白白胖胖的 非常松乱 里面的红糖流沙馅真的非常好吃 口感是甜而不腻的 加了花生和芝麻 嚼起来特别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天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